和全身穿着防护衣的研究人员握手 蔡英文20号到位于苗栗竹南的卫生研究院 关心新冠肺炎疫苗的研发进度 请各位来宾就坐 台卫生研究院声称 可能对新型冠状病毒有抑制作用的药物瑞德西韦 他们已经有效合逞 将促成台湾资产 并表示有信心能在一年半的时间内 研发出针对新冠肺炎的疫苗 只不过同一个下午 蔡英文还去了位于竹北的疫苗公司 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这个整个疫苗开发的过程 可以能够顺利的来执行 台湾媒体因此质疑 蔡英文关心的这么勤 难道是对目前台湾的疫情有所忧虑吗 因为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 更新了旅游建议 在显然有社区传播目的地一项中 将台湾地区列入其中 不过蔡英文始终否认 社区传播的存在 这个事情我们陈时中部长已经讲过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 很多新的个案 那也没有符合所谓的 社区传播的这几个要件 那我们也希望 我们社会大众不需要过度的 此前蔡英文的副手陈建仁 还曾在社交媒体发文 解释社区感染与社区传播的差别 他说台湾第19例确诊的司机病例 可算是社区感染 台湾尚未进入社区传播的状况 所以一般民众从社区得到感染的风险很低 相关说法被导内医师质疑 是在玩文字游戏 对此台卫生部门主管陈时中20号试图辩解 但解释的话同样让人听了云里雾里 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打脸台当局的做法 也引发岛内网友热议 有网友讽刺称 美国爸爸质疑党 好吧 只能认了 当局一直不想承认 美国爸爸直接贴标签 美国爸爸不可质疑